姐妹們 神力妹 聊天的時間到了 快 快 好期待喔 趕快打開電視機 大家好 我是靜雯 我是喬喬 歡迎收看 好好聊日子 今天要聊什麼呢 今天來聊聊 為什麼是感人的 那別人看起來都是容光煥發 自己卻是老態必露呢 隨著時間的流失 肌膚開始出現了 還有環境當中的紫外線 空污粒子 還有作息不正常 都會讓你的皮膚加速老化 所以現在真的是有一種 就老化 年輕化的趨勢了 所以這就叫做 那我們今天就請到一個 保養專家 欣文 來教教我們怎麼保養 歡迎欣文 欣文好 大家好 其實我覺得 妳說得非常有道理 其實延緩肌膚老化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呢 每天都在努力 它是一個耐力賽 也是一個延長賽 也是一個馬拉松 所以它沒辦法斷掉 到底要怎樣保養 才是有效的保養 我覺得我們發現 其實皮膚一開始老化 最明顯就是開始乾嘛 跟鬆 還有皺這件事情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它就在缺水 對 我們肌膚缺水 就是一個 蘋果它補起來的時候 是沒有水分 它就會萎縮 就像花朵沒有水 它也會萎縮的一樣 是 其實肌膚最重要的 就是要先保水 是 如果你乾燥 缺水 你看我們沒有光澤 真的 很像枯萎的感覺 暗淡無光 甚至你可以開始浮粉 然後 一定嘛 你上了妝 你的妝就不能夠服貼 那就好像 像今天早上化了妝 到下午因為沒有水分 它就閉開了 對 而且就更容易出油 那其實我要說實在 大部分的人都是 保濕的化妝水在用 或是精華液在用 可是如果說 我們年紀大一點點的人 我真的建議要用到 可是我先問一下 乳霜保養品很重要 我們常常講到說 你要做什麼補水或鎖水 通常都會 就是想說 我到底是要先用乳液 還是像你說的這種乳霜 到底要怎麼選擇 我覺得這兩個都很好 不是不好 因為這兩個都具備了 就是鎖水保濕的功能 只是說 可能有人比較乾的 乾紋比較多的 或是比較熟齡肌膚 像我可能四五十歲過後的人 你熟齡肌需要的 反而是要更有 豐富感 就是滋潤一點 滋潤度一點的 然後油脂也比較可以 幫你平衡的 那這個我就建議選擇乳霜 就不要選擇 只是水分而已 你知道 很像我一噴上去 那個水就蒸發了 是 那你看你用到乳霜的時候 你會發現 再搭配一些按摩的技巧 它會撐在我們的臉上 是 這很重要 所以我們平常可以分享 用你自己日常乳霜給我嗎 沒有錯 因為我要做一下筆記 我覺得這樣 所以很需要 對 我其實 像我就是用這瓶的 胎盤霜 我又有聽到一個鍵盤 胎盤霜 漂亮啦 你又懂得 我跟你講 我身邊所有的貴婦都愛 所有的貴婦都愛胎盤這個東西 每次有些新聞都在報導說 有些貴婦就會去日本打胎盤 胎盤素 對不對 幾關的整團去 比較近的是日本 對 比較近的是瑞士 是 它會到各國去打胎盤素 其實沒有不好 它非常棒 而且是個頂規的一個保養的過程 但是你會發現很妙 它願意花大錢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它去了一趟回來 消失了幾天 回來之後 我好像看到年輕的它 馬上逆鈴是不是 它那個叫容光煥發 就好像是逆鈴了 那其實我要講一件事情 其實本來胎盤素 在我們的概念裡面 它本來就有個叫做 多糖體的東西 多糖體它就是可以讓我們皮膚比較 看起來不會在那邊 薄薄 然後裡面還有維生素 是 以及胺基酸 胺基酸是我們肌膚裡面 最主要的一個合成的 最主要的關鍵 那它本身天然就有在這裡面 是 它可以因為我們年齡不同 它會反而給你的東西會不一樣 是 所以它會隨著我們去增加 我們所需要的養分 說了那麼多 我一定要來幫大家體驗好不好 講到保養跟乳霜 這我是專家 當然 妳這當然專家 而且我說真的 我聽到乳霜 我最怕就是質地太過厚重 我也給妳一點點 因為如果太過厚重 妳的膚質不適合 反而變成負擔對不對 妳說對 這是真的 是 好 我來幫大家 試試看我們這個 我算讀給妳多一點 真的 來看一下 它的延展性好好喔 其實我其實故意塗多一點給妳 是因為 怎麼說 我其實妳會發現 它其實容易化開來 是 對不對 我就這樣輕輕的滑幾下 它幾乎完全這樣化開來 它吸收了 吸收了 而且是馬上可以感覺到 妳的皮膚上面是有一個光澤 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很怕就是妳反而不吸收 油膩膩的那種感覺 可是這個是不會耶 馬上就吸進去了 妳看一下兩邊 我覺得起碼 我們眼睛照也看到 妳的皮膚是發亮的 對 對不對 而且它味道也很棒 是 好舒服喔 是不是覺得很熟悉 它是什麼 有人送過給妳嗎 妳來看一下 兩位姐姐 妳有發現嗎 它就是 澳圖玫瑰 它其實呢 幼名又叫 大馬士格玫瑰 講到大馬士格我就知道了 它太幼名了 有沒有人送妳 就送妳 好舒服的味道 其實我們女人 都看到玫瑰的時候 就會心情變得很好 真的 那當然呢 大馬士格玫瑰 就是澳圖玫瑰 它其實在玫瑰品種當中 它算是滿高規的 是 可是它有個很麻煩的問題 因為它蒸餾 萃取的過程很繁瑣 它量很少 然後又很貴 就是有珍貴 太珍貴 我舉例給妳聽好了 就是如果要收集 這個大馬士格玫瑰的花瓣 要3到5噸 我不是金 3到5公噸的概念 那妳這樣萃取之後 我要經過兩次的蒸餾 它花時間之後 才有辦法萃取 1公斤的玫瑰精油 太珍貴了吧 就像那個滴滴精醇這件事 而且它用在我們這樣子 胎盤霜裡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會促進它的吸收之外 它也有名叫做精油之後 它可以讓我們女人 看起來特別柔和 看起來更有女人味 是 我需要 而且我是真的 我剛剛這樣子在插在手上 現在是真的 完全馬上吸收以外 我這樣聞著這個香氣 就覺得 我的那個心靈 心情都被照顧到了 這個胎盤霜這麼厲害 除了有奧圖玫瑰精油 那它成分應該也是不錯 非常厲害吧 我覺得我們要檢視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都要懂的 就是精簡的保養 然後準確的保養 那像這罐霜裡面 很明顯的 我們就看到第一個 就是奧圖玫瑰精油 它讓妳會感覺到什麼 就是比較放鬆 對不對 讓妳就呼吸的時候 就聞到那個香氛的味道 再來呢 妳會發現它有個 銀耳透明智酸 其實它就叫做玻尿酸 它是一個植物性的 優質的保濕劑 對 往下看一個維他命 大家都知道 對於腹在我們臉部皺紋 比較老化的 它是特別明顯的改善 那最重要就胎盤素了 我剛才妳講 它有多糖體維生素 還有氨基酸 它是天然的 那它可以讓妳的皮膚狀況 可以回到年輕的狀況 最後有一個叫傳明酸 它就是對我們皮膚的一些 要亮白的 它也可以幫妳做到 是 其實妳會這樣用完 其實它非常舒服 方便之外 它用在臉上 我覺得我教一下大家好了 其實它不用多 我是用一點點而已 就這樣 其實米粒大小就夠了 那我跟大家講 妳要用的時候 是一定要清潔完 像我自己本人 現在我只有上眼妝 所以我這塊是沒有上妝的 就沒有上妝的 對 沒有上妝的 素顏就這麼漂亮 然後這時候 我們是用一點點 我塗半邊好了 教大家 例如說我可以點這樣 妳看 注意看 因為它分子很細 其實眼周還是可以塗一點點 然後這個法令這邊塗一點點 就這樣按摩它 注意 這樣完之後 妳注意看一件事 由內往外開始推 這樣 由內往外按摩 你真的沒有上妝 我真的沒有上妝 那我建議大家 妳其實記住 妳在戴這個肌膚的時候 是要讓它吸收的時候 是由內往外 由下往上 馬上吸收 由下往上 妳不用拉 特別不用 用特別用力拉 其實妳輕鬆就這樣子就好了 那甚至我跟你講 還有一個抬頭紋對不對 因為像我自己 我媽媽抬頭很嚴重 那我就建議 抬頭紋比較特別 要往上 對 抬頭紋不用 妳不要往下 因為一壓 它可能會變皺褶 所以妳要往上這樣 是 這個手法都是往上 往上 往上 然後妳這樣推上去的時候 有沒有 它就會很明顯 它就會微微的 微微的兩邊長得不太一樣 妳講話的那個法令紋 對不對 長短不一樣 而且是我們年紀大的時候 這一塊最明顯 我們就往 我剛才不是說 由下往上這個地方帶上去嗎 我說我們的輪廓線最重要 我跟你講 少女輪廓這個時候 妳看如果我這沒用 槌 歐巴桑 槌 是不是 有看 就是歐巴桑 但是妳看我這樣用的這塊 有 我們說的天鵝井就是這個 真的變小了 來 這邊40歲 這邊18歲 沒有 那我解釋一下 其實我們都可以知道說 其實肌膚上的狀況 我們用數據來表示一下 對 我們先來測一下 我先講一下平均值的標準 有一般的我們肌膚狀況 可能水分會在20 那油分會比較偏高 可能40 50 就是因為妳油水不平衡 對 那我現在我剛才已經擦完 這個胎盤霜在臉上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感覺怎麼樣 好 轉過來我們拿看一下 水分已經來到72% 表示它真的有在幫我們鎖水 把這個水分留在這個肌膚上面 真的 難怪人家說 女人是水做的 不管妳是不是水做都要補水 對 但是我剛剛注意到最重要的是 妳剛剛就這樣擦在眼周 對 我很怕那個質地過油 或是不適合的 反而擦完會長肉芽 真的 我其實真的不建議 一般外面的乳霜上眼睛 對 但是因為它質地非常的細 所以妳不用擔心 因為它很好吸收 對 按摩一下 輪廓線都出來了 對 那又不用擔心長肉芽 超很棒 真的太棒了 一舉 妳可以講一舉五得的感覺 真的 一舉多得 對 我們今天聊的 有沒有解決你心中的煩惱呢 看完今天的分享 請記得 一定要持之以恆的 勤做肌膚的保養 也記得要搭配適當的運動 均衡飲食 還有你的紓壓 在忙的生活 也一定要幫你的肌膚充飽店 才能展現年輕光彩 所以我們今天感謝 新文帶來的好物分享 謝謝 謝謝 不錯啦 滿好用的啦 非常好用 大家好 我是靜雯 嗨 我是喬喬 歡迎收看 好好聊日子 今天還有什麼呢 妳應該好嗎 喬喬妳是好了沒 待五分鐘啦 快點有點久 昨天不是早就提醒 妳要早一點起床嗎 現在都搞到快遲到了 我已經提早兩個小時了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這麼趕 觀眾朋友啊 是不是有很多人 跟喬喬一樣啊 為了想要漂亮出門 都要提早起床 犧牲一兩個小時的睡眠時間 起來打扮對不對 有時候賴床 睡過頭 還要頂著素顏 就要衝出去了 我相信有很多人 都有遇過這樣的狀況 因此有很多什麼懶人快速上妝 五分鐘通勤的妝 還有什麼十分鐘 讓妳有好氣色的妝 這些影片都大受好評喔 可是說真的 到底有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保養專家 欣雯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到底可以怎樣縮短 我們出門前準備的時間喔 歡迎欣雯 好 請問 我看到 小小妳這樣 不要怪她 為什麼 她沒有錯 我覺得每個女人都會有 希望自己精美的出門 這件事情 妳知道我曾經遇過一個 我媽媽的朋友 她老公說 我等她出門 從早上八點到下午兩點 我心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說真的 為了要漂亮出門 要花這麼多時間 我真的覺得 整天不要忘了啦 我自己就會像我 比較簡單的方式 我選擇一個步驟 一個口令 一分鐘以內 我們就使用 這種趕時間多方便 有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底妝光靠素顏霜就夠嗎 現在科技真的很進步 是 素顏霜跟底妝 還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素顏霜本身 它是保養品的成分 反而比較高一點點 就是護膚的成分 保濕的程度是比較高的 但是又同時兼具 防曬跟提亮的功效 現在的素顏霜 是可以做到這樣子的 所以妳知道嗎 妳以前要打底妝 妳可能就只是一個底 然後這邊又要修塞 又要幹嘛的 那其實我老實說 妳底妝出去為的是什麼 不是就是當我看到妳的時候 就是 乾淨 對 氣色好 對 有光澤 對 沒錯 看起來就是亮麗 沒錯 沒有別的嘛對不對 對 還有一個重點是 有些人為了要擦防曬 又再打底 是不是又兩層很厚 對 可是如果素顏霜裡面 又添加了 對我們來說 膚質比較不會影響到的 物理性的防曬 叫做二氧化態的話 那隔離紫外線又很簡單 就是好上加好的意思 太厲害了 但這麼多種素顏霜 我要怎麼挑選 這就是為什麼 我今天要來跟妳分享的問題 來 趕快拿出來 快點 這就是我的法寶嘛 不然我剛才看妳這樣 我也覺得有點累 素顏就是還是要好氣色 不可有面有菜色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女生的夢想就是 我一塗完之後我就覺得 天啊 天啊 我本身母胎生出來就長這樣 母胎膚質 亮晶晶 所以素顏霜其實是用在哪裡 你知道嗎 就是在化妝水跟日常保養之後上 是 很簡單 從T字開始 然後你均勻地這樣子抹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這樣做 我知道大家要怎麼使用好了 很簡單 非常快速的 其實一點點就好 不用太多 妳感受一下我現在 自己我在用 妳要一開始好像 奇怪 有膩膩 對 接下來呢 它會慢慢融合在妳的肌膚裡面 因為它本身是 保養品的成分比較高的 真的耶 所以它會有潤色的效果 那它完全不挑膚色 真的 我剛剛以為一擦上去 完蛋了 我最害怕那種死白的效果 底妝 如果你這樣上 我就真的叫妳要卸妝重來 可是真的耶 你看我剛剛輕輕地塗一下 是 輕拍讓它吸收 我不感覺有妝感耶 而且妳其實兩隻手 就已經有落差了 我的天啊 是不是 煮蓮成這樣 煮蓮 三個煮蓮就是 水水跟真煮蓮 對 而且我覺得 像我自己本人最喜歡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我沒有鏡子 我現在是沒鏡 我就這樣擦上去 妳又要示範給大家看了 我平常也這樣子 開車 我邊開車還邊擦 蛤 對啊 完全不需要技術就對了 一開始上去 天啊 救命喔 這樣就化了一點沒有 不要害怕 你們不要緊張 它是保養品 所以當我們擦 你鼻翼兩次這邊推一下 我擦半邊 然後眼周也可以擦 然後你看 它會融合在你的肌膚裡面 然後上眼皮也可以擦 我現在是沒有 沒有任何眼 沒有鏡子喔 對 妳注意看 我現在在擦的時候 我就是完全憑感覺 我覺得我眼周是中文 還細紋的地方 然後這個有沒有 還有這個法令的這個地方 你看 有了 是不是有一些 我都藏著起來了 我必不承認 真的 有沒有 這邊就 你好像請了一個 超厲害的彩妝大師 幫你上了一個無暇的底妝 不過就是只是用雙手 這樣給它抹一下 你不覺得兩邊 你看我這個地方就已經 這個地方明顯 體量 體量對不對 完全體量 那我建議大家 如果說像我是一本人 這邊比較看起來像熊貓 像熊貓對不對 你就可以輕拍這邊 再加強一下 是 完全不需要技術 不用技術 你如果要一個很漂亮的裸妝 你知道那個其實超費工的 可是你就這樣子 輕輕輕的塗一塗 拍一拍 吸收就好了 對啊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太適合了 如果我們跟朋友 什麼小旅行 對 尤其是有一些女生 就是玩妝跟男朋友出去約會 那你要過夜 當然 那卸妝就慘了 你看如果一轉過來看到 嚇死了 所以其實真的 擁有一關這樣的素顏霜 不管是跟朋友的小旅行 跟男友的一些親密約會 你都可以插上一個素顏霜 就讓你擁有好氣色 對啊 你看我是不是一個步驟 我該不會說 你剛才有多少步驟 我其實剛剛有大概十道 妳現在是以為十全大補湯嗎 想說上越多越精細越漂亮 結果妳自己看看 瓶瓶罐罐這麼多 日本的女生 他們好像都會過夜的時候 跟男朋友過夜會擦素顏霜 說擦素顏霜的話 到第二天都可以當成保養 這樣男朋友會看到她素顏霜 因為他們很怕 男朋友看到他們怎麼樣 這是真的有 某些國家 特定的國家 好像是韓國也是這樣子 他們是晚上即便洗完臉 他就會上素顏霜 然後睡覺的時候 老公到隔天 所以他有一輩子 到他離開這人間的那一天 他都不知道 他老婆真正的樣子 是 他的成分應該很講究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分開來 因為底妝跟素顏霜 還是不一樣的 我要先解釋一下 其實他在這裡面的成分 其實非常地簡單 那你一剛開始在擦 是不是就已經聞到 一個很香的味道 應該吧 有 淡淡的一個花香 就是我們女人最愛的 它就是非常珍貴的 奧圖玫瑰精油 我其實必須要說 其實奧圖玫瑰 我簡略地說 反正它要兩三公噸 然後要兩次蒸餾 才會有一公斤的 所謂這樣的精油 所以第一個 它很稀少 而且昂貴 它加在這裡面 當然可以讓我們舒服之外 這個香氛的部分 還可以舒緩肌膚 療癒心靈 它還不讓你做到長效保濕 本來這個玫瑰精油 就可以讓你長效保濕 接著下來 你注意看一下 我們還有加什麼蠶絲油 你們有覺得 剛才你推的時候 覺得特別的滑嗎 真的 就是它拖起來 它其實維持你皮膚的彈性 所以要加一點 我們其實老實說 有些的保養品是加 橄欖油 是真的有加這種東西 就是好的一點的 包括維他命E油 都有這樣加 那我們是加 高規的蠶絲油在裡面 所以它比較絲滑一點點 接著還有叫做尿囊素 這個可能大家有些 如果你有去看過一些醫師 你一定看過這個成分 它是非常棒的 因為對皮膚的光澤 是一個關鍵 那最後我剛才有提到一件事情 很多的素顏霜 可能沒有防曬 但是我們做到 我自己擦了這瓶霜裡面 它有個叫做二氧化鈦 跟外面的化學防曬 是不一樣的 怎麼說 一般的就是可能到SPF25 可是它也因為有物理性的 二氧化鈦 它是可以高達 50加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說你早上擦掉 然後倒回家那一刻 你都不用再補 它真的幫你防曬 對 像我現在把素顏霜 就擦在這中間 不用多 我們就給它塗上去 是 模擬喔 模擬那個紫外線 我們每天出門 就會受到紫外線的攻擊 對 5 4 3 2 1 我現場 把它給擦掉 來 你可能看不太清楚 中間一個洞 中間一個白白的 看到嗎 哇 這就是表示它是真的 有完整性的防曬 是 所以這個可以幫我們皮膚 做到就是很防護光害的傷害 這個我解釋一件事好了 其實我們一般的 所有的彩妝品上去 或是真的化學性的防曬 你一定要卸妝 這個我覺得觀念很重要 對 但是因為它是物理性的防曬 老實說 你可以有一種很懶的保養 就是說 正常洗臉就好了 洗臉 是 你一定會洗臉吧 你回到家不洗臉就睡覺 也是有點可怕的事情吧 你會洗臉 就是很輕鬆的洗完臉之後 它就會帶除出去 它也把你一整天剛好 你一些夾雜一些 可能一些髒 髒污 油脂 油脂 就全部都洗掉了 你也不用再另外多一個手續 去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 如果要用到那種SPF50防曬 是不是 很麻煩 特地用一個卸妝油 對 先卸掉再洗臉 是 那這個功能那麼厲害 什麼族群適合用 幫我們推薦一下 我覺得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都需要 為什麼 不是 當然我想 如果你是一個 不太會手 手才女 就是你從來不太懂得 化妝的人 那我覺得你可以先從這個入手 因為你是化妝新手 根本不用技術 你看看 我說我開車的時候 有時候 現在哥哥 手勾勾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用很無腦的上妝 也很適合 是 那還有一種 像我這種職業婦女 因為我還要帶小孩 還要忙家庭 還要忙工作 我真的很忙 但我很想多睡 那十分鐘 二十分鐘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它很有效率 對 就起床之後 是 然後可能拍個化妝水 然後這樣上去之後 我就已經做到有效率的概念 我們今天聊聊 有沒有解決你心中的煩惱呢 不管你是蠟黃肌 還是暗沉沒有精神 或是你是泛紅的 今天認識素顏霜之後 以後這些問題通通都Out 不用再起個大早 花很多時間在化妝 睡過頭沒有時間化妝 都不用擔心了 一罐素顏霜 就可以讓你瞬間變成亮白美人 我們謝謝新聞分享的好物 謝謝 謝謝 好 害怕胃老先摔 就要勤坐保養 因老化而逐漸缺水的肌膚 除了補水也要鎖水 熟齡機最適合的胎盤霜 質地細脂柔滑 延展性加 不用擔心厚重有負擔 針對凹陷垂柔柱處加強 由內而外 由下而上 臉部輪廓 清除在線 每天总是牺牲睡眠 耗费多时才能完妆出门吗 从剪略底妆开始 一瓶保养 防晒 亮白肤色 All in one的素颜霜 睡过头赶时间依旧可以亮丽登场 出门过夜不用担心赤裸世人 声调平平观观也能拥有好气色 今天的好屋非常推荐给大家 如果有想到更多好用好玩的 可以上好好聊日子 YouTube频道以及官方粉丝团 会有更多详细的资讯哦 没错 好康到求宝 千万不要说过啦 好好聊日子 一起享受好日子 拜拜